有能力的常人 一向是国家队优先提拔的人才 巴特尔作为曾经中国男篮的三大中锋之一 与姚明、王志志并称中国三大移动长城 但与另外两位不同的是 巴特尔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的力量型中锋的代表人物 大家都知道奥尼尔是NBA力量型中锋 而巴特尔是我们亚洲球员很罕见的一种身体类型 也是一位非常有全局观的战术型中锋 巴特尔的技术特点很明显 有力量、有吨位 在内线具备不错的单打能力 并且成功率很高 由于自己身高吨位的优势 再加上灵活的篮下脚步 很少有人能一对一的情况下防住他 还有外线三分能力 防守稳健 进攻中通常半场落阵地后 球都要经过巴特尔的手 由巴特尔来组织进攻 单打或给队友创造机会 他的低位传球特别好 只要在篮下卡出位 对方球员一上前包夹 他就会选择传球 而他在强弱侧的传球是非常到位的 当然他的缺点其实也很明显 就是移动缓慢 CBA元年 也就是95到96赛季巴特尔就展现了惊人的内线统治力 场均砍下16.6分 12个篮板 内界常规赛能打出两双数据的球员 一个是巴特尔 另一个是浙江的娱乐平 同时他也是CBA历史篮板榜第一人 这个记录直到2019年才被一届联打破 96到97赛季 善涛因为分房子的事情和球队闹得很不开心 善涛不打 闽路雷有伤 北京三大台柱子被抽走了两根 巴特尔独目难知 几个星期下来就奔着降级去了 形势危急之下 亚洲第一大前锋马剑 火线加盟 一路逆推 帮助北京保级成功 美国归来的马剑表现非常抢眼 关于马剑可以看完另外一期视频 没有善涛的日子 巴特尔数据第一次来到21.6分 11.6个篮板 1.3次助攻 一个抢断 奠定了自己在北京的头牌地位 随着姚明不断的进步 巴特尔和姚明的对决成为焦点 2000-2001赛季 北京和上海相聚半决赛 此前的六次交手 巴特尔每一次的得分都在姚明之上 而且巴特尔该赛季的两场常规赛对决 只让姚明一场得了19分 一场得了11分 合计拿下30分 远远低于姚明场均27分的表现 然而季后赛的对决 巴特尔还是没能挡住姚明 01-02赛季 他在去NBA之前的最后一场CBA比赛 在曾经的老大哥善涛面前 巴特尔砍下32分8个篮板 赛后他向观众展示了 他即将加盟丹佛绝晶队的球衣 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位 站在NBA舞台的中国人 打巴在01-02赛季一共为绝晶出战了27场比赛 其中还有10次首发 他作为一个防守型内线 场均可以得到5.1分 3.6个篮板 2002年3月3日 大约有2亿中国观众 观看了他所效力的绝晶队 和王志志所效力的小牛队的比赛的现场直播 2003年巴特尔被交易到圣安东尼奥马次队 02-03赛季 仅仅有12场比赛的登场机会 巴特尔的绝对力量是十足的 体重当时在NBA也是仅次于奥尼尔的 尽管大巴登场比赛的机会不多 但在球队训练赛时 却经常要扮演奥尼尔的角色 为马次演练对抗胡人的战术做肉盾 巴特尔在那个赛季 随队获得了NBA总冠军 成为了首位拿到NBA总冠军的中国球员 2003年7月 签约多伦多猛龙队 在胡人主场对战猛龙的比赛中 巴特尔一手将奥尼尔撂倒在地 2004年1月 巴特尔被交换到奥兰多魔术队 04年10月加盟纽约尼克斯 随后因待遇问题 又被尼克斯解除合同 之后视讯克里弗兰骑士队没有成功 NBA之旅就此结束 05-06赛季 回到CBA的大巴率领北京队卷土重来 但此时广东队已经连拿两个冠军 气势正胜 这个赛季 大巴和北京队还是只能获得联赛第三 未能突破自己的队史最佳战绩 07-08赛季 巴特尔加盟新疆后改变了CBA的格局 让新疆队这支常年季后赛一轮游的球队 摇身一变 成为了联盟的顶级强队 就在他到队的第一年 新疆队便历史性地拿到常规赛亚军 创造了队史最佳战绩 大巴也看到了进军总决赛的希望 可是由于关秀昌事件 新疆队在这一年被直接赶出了季后赛 关于关秀昌事件不清楚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搜索了解一下 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08-09赛季 大巴带领新疆再次斩获了常规赛亚军 这一年的季后赛 新疆队在大巴的带领下 历史上第一次踏进了总决赛的大门 然而此时的广东王朝正处于全胜时期 尽管一剑联已远赴NBA 但杜峰 朱峰宇 王世鹏等国手组成的广东队 还是空前抢大 外援又由死神帕克压制新疆小外援艾伦 内线还有基辰 大巴自己则被20岁的苏伟死产苦斗 体能消耗巨大 新疆队无奈以1比4败北 2014年 39岁的巴特尔代表陕西信达 在NBL的赛场上拼杀 场均8.8分 6个篮板 2.5次助攻 这也是他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 1992年 17岁的巴特尔随中国征战亚勤赛 夺得冠军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巴特尔是善涛的替补 此时的巴特尔还比较年轻 与孟二 南斯拉夫 克罗地亚 都给了巴特尔相当多的上场时间 场均5.1分 3.2个篮板 0.5次助攻 表现尚可 巴特尔作为黄金一代的成员 随中国队拿到本阶赛事第8名 随着姚明的横空出世 巴特尔与王志志志 被媒体和球迷并称为中国男篮的三大中锋 并惯以他们移动长城的美名 2002年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井赛 此届比赛王志志缺席 同时也是巴特尔国家队生涯表现最好的一次 中国队首场比赛对阵德国 比赛中 中国队首节便被对手压制 大前锋位置被诺维茨基玩爆 让诺维茨基砍了30分 虽然莫杰发起反扑 但最终未能力转败局 巴特尔贡献了中国队最高的23分 3分球4投3中 并有7个篮板入仗 姚明也有14分入仗 小组赛第三战与美国孟武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史上的经典战役之一 在首节的较量中 中国队以28比16领先孟武 但第二节比赛 孟武就以43比42反超了1分 下半场第三节前半段 中国队还能顶住对方的反扑 但随着姚明泛满离场 中国队缺少了能与美国队抗衡的最大资本 巴特尔上场后 孟武的本华莱士 小奥尼尔 埃尔顿布兰德等一干内线 拿巴特尔的背身强吃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打的布兰德和华莱士 只能用虚顶后撤 到大巴走步等小花招应对 本场比赛姚明因为犯规太多 只上场26分钟 拿下10分6个篮板 替补上场的巴特尔 面对孟武的豪华内线 砍下了中国队最高的19分7个篮板 随后复赛第一场 中国队阿根廷 巴特尔再次砍下全队最高的13分 复赛第二场 中国队俄罗斯 还是巴特尔砍下全队最高的18分 中国队土耳其 巴特尔17分 4个篮板 4次助攻 本届赛事 巴特尔场均上场20.6分钟 得到13分 4.8个篮板 1.44助攻 是本届赛事中国队的第二得分手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中国队首场对阵西班牙 那场比赛 中国队表现很糟糕 这让24岁的姚明非常愤怒 在比赛中怒摔毛巾 赛后姚明在采访中 也直接表达了对球队的不满 并且表示有人在国家队当大爷 后来就有传闻 姚明的言论直指巴特尔 当然这不是我说的 是李源伟所著自传 《篮球风云录》一书的一个章节 首战欲错 姚明开炮中提到的 雅典奥运会之后 国家队就再也没有征召过巴特尔了 2015年8月 巴特尔宣布正式退役 众多国家队好友都亲临现场 NBA传奇巨星 奥拉朱旺也参加了他的退役仪式 他说 作为一名中国球员 没能在自己的联赛里 获得总冠军戒指 这是怎样的遗憾 但是我为了这枚戒指 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虽然未能如愿 但这个过程 仍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回忆 如今 巴特尔已经是 内蒙古篮球协会主席 以另一种方式 为中国篮球做出贡献